您现在收看的是 忙碌的商务人士生活频道 因为炭肉的机缘 我又来到了 一般我可能不会来到的地方 新肉棚 这炭肉的过程 又宣布了我的肉影机 还有更多的肉经验 当然更多的事 分享 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来到了这个肉棚 其实也算开眼界 在这里呢 其实已经集合了 应该可以说 它这里是一个 综合的腐肉 集合棚 而且它的 种植方式其实 我们也可以来借进学一学的 这种效果还蛮不错的 类地质的效果 接下来 你看 其实我一到这目光就被 这吸引 飘流木的美 就是经时间 碎链转化为 风华木 成就读书一格的 沧桑岁月艺术美 肉质在内 展现不同的 生命连续 人生又何常不是如此 也是经由岁月的体裂 将人生打磨到 每一个世界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们还是直接来进入到 这个棚里面来看 重点的装置浴室美盆肉 好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这里的 今天在外面这里拍啊 我有史以来第一次碰到说 相机过热 要休息 因为外面真的很热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 这些皆是有肉蓬竹的巧兽 化腐朽为神奇 再造的生命品 用漂流木所组成的 肉蓬井艺术 但是我比较想讲 它是工化木 哈哈哈哈 探索木质感 散发着图植监狱的自然美 与活体的美肉相互回应 结合成不同的生命力与美 我们现在看到这些很漂亮的漂流木的部分呢 也都是工具大哥呢 他花了很多的时间 到各地的地方去做收集的 是真的要亲自花很多时间 然后跑到各个地方去收集这些漂流木哦 这个漂流木很漂亮 他自己有回来做抛荒 所以他的质感又不一样 所以他的质感又不一样 邦大哥也说 要在出海口的部分 你才容易找到这些漂流木 这些质感又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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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朋友大家好 大家现在有看到这一盆吗 这一盆它是绿泥醉化 这一棵呢 我们可以把它来讲成是 低调奢华的代表 你看它的整个装的造型 它已经有点像那种松柏 然后延伸出来 有那种遮影的那种感觉 它就是一个艺术菊雷 然后再搭上这个 紫砂草本 美举美 这就是极致的肉巨鲸 接下来看到的这颗烟花 是已有九年的肉体哦 很美吧 这颗是老庄悬崖上阳型的飞翔鱼 很有肉姿态 好 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来到了这个肉狗呢 也是开了另一个肉眼界 我真的是很开心 拍了好多的母肉堡 但更让我深刻的知道 剁肉的梅 不是只有一种 可能性 而是具有无限延伸的梅 去看我们鱼的 創造 那今天的影片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咯 若是你喜欢今天的影片 欢迎订阅按赞分享 感谢您 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 肉童的美肉童虫 各位朋友们 拜拜咯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